什么东西是不是通过我们filter已经做了一个案例了 那这个filter里面呢 还有一点东西 我得给大家说一下啊 说完以后我们再做下一个案例 来看看这里面 这几个真实呢 很小啊 大家呢听一听就可以了 很小 第一个东西呢 就是叫做filterconfig 大家见过 是不是见过 都是在config啊 那这里面从里面有什么 filterconfig 那它是什么东西啊 那是什么东西 叫做什么 过滤器的什么 配置对象啊 它好干嘛呀 我们的servit好干嘛 servitconfig好干嘛 它就好干嘛 不信啊 来看着 配置对象嘛 看着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api 先看一下servitconfig的吧 虽然不需要大家掌握 但是大家得看一下 这是什么 初始网传组对吧 那这个呢 上下文记得吧 然后还有一个 当前的servit的名称 对不对 那接下来我们看谁啊 fatherconfig吧 回车 看 看到啥了 一样不一样 一样吧 一样吧 只是有的是servit 改成了filter吧 对不对 也就是它好干嘛呀 可以做什么事情 它的作用好干嘛 注意 获取 可以获取 先记住这个 可以获取什么 全局管理者 对吧 是吧 叫做get servit content 是不是获取了 那还可以干嘛呀 获取当前filter的名称 可以吧 那还可以获取当前filter的什么 初始化参数 ok了吧 还记不记得我们servit config也有这个东西 对吧 来servitconfig 那这里面的config 初始化参数 是写在什么里边的 servit里面是写在什么里边的 写在什么里边的 是不是在看的 if2 看永浪 哪个 是不是这个东西 那大家觉得 factor呢 应该写在什么里边 是不是factor里边 看 factor里面有啥 有没有 有 也一样 ok了吧 就这个东西就可以了 注意它里面的是kw的形式 就可以了 好了 这个东西呢大家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另外呢我们用过上场 但是自己给大家说一下ok了吧 因为方法里面已经设计到了啊 注意它的作用呢 就是这几个啊 和我们的servitconfig 一样 好了 这是一个了解的东西 那还有一个东西 大家得理解一下 那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哎 叫做filter mapping中的一个字标签 filter mapping的字标签 那啥意思啊 哎我们当时学filter mapping的时候 是不是就学了两个字标签 一个呢是我们的filter name 一个呢是your partner 对不对 是不是就这两个啊 那除了这两个 难道还有其他的吗 来 这两个呢得需要大家了解一下 理解一下啊 来 注意我这里面是写的是理解 来看着 来 放到我们的filter mapping上 我们看有那两个字标签 第一个字标签 叫做filter name 第二个呢叫做filter 第二个呢叫做filter 来看一下 是不是啊 走 filter name 看着 12parton 什么意思啊 或者这个 也就是这块地方 只能出现12parton 或者是他 对不对 但是可以出现多少次啊 这是什么 几次 至少一次 对吧 至少一次 然后除了这个呢 还有一个什么 是不是两个啊 那接下来这两个 都对什么意思啊 来12parton 我们知道他匹配的是 哪个路径吧 对对 那sorelet name呢 是什么 匹配什么 匹配 匹配哪个sorelet 来注意这里面的值 应该写什么呀 不是 sorelet name 写谁 值写的是什么 sorelet 杠 内幕的值 哎 什么意思啊 写的是 值写的是 来写的是 sorelet 标签中 标签中 sorelet name的值 ok了吧 你就是他具体拦点 哪几个sorelet 你就可以用路径写法 也可以 然后也可以用sorelet 刚内幕写 也可以 因为sorelet的刚内幕 对应的就是一个路径 ok了吧 记得吧 啊 就这个啊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 到底是不是啊 但是呢在这里面注意一下啊 哎 我在这提个建议 建议啊 建议 哎 在一个filter里面呢 不要重复的配置 也就是说 你不要在这个 一二part上 能匹配到这个路径了 然后你sorelet的里面 也匹配到这个路径了 这样不好 ok了吧 那什么意思啊 来我们先写一下啊 呃建议呢 哎 不要在一个filter中 然后重复的 哎 匹配重复的匹配谁啊 匹配我们的sorelet ok了吧 那什么意思啊 例如哎 你写了一个ur pattern了 看着啊 比方说sorelet的ur pattern patter 为什么 为比方说就是-a-b 然后-hello ok了吧 还比方说这个 然后呢 注意这个名称 来我写上名称 名称叫做 就是sorelet name 啊 来sorelet name 然后称之为叫做 hello sorelet 可以吧 假如嘛 对不对 对不对 哎 就不要 如果你使用了 就是我们的filter filter的ur patter就要写了 哎 问你是-7 啥意思 是不是匹配了所有了 那么 就不需要 最好啊 我说最好 不要 再写 再写 什么了 再写我们的 比方说 哎 再写一个sorelet-name 然后呢 然后呢匹配一个什么东西啊 把这个sorelet name放上去 最好不要再这样写了 因为他两个是不是已经 一个一个已经包含这个了 就不需要再写了 ok了 尽量不要再写了 那在在我们的sorelet 7里面 没有问题 但是在sorelet 6里面呢 就会执行两次这个过滤器 ok了吧 啊 因为这个人也能匹配到 这个是不是也能匹配到 所以他会执行两次啊 所以呢大家 我建议大家呢 不要在一个factor 重复的匹配我们sorelet 那接下来 我们来演示一下这个啊 看这个sorelet内容 到底好使包使 来紧急的做一下 来回到我们的 回到我们的 第16里边 来把其他的 我先关掉 close掉 然后找到我们的第16 在这里面 我们来看一个东西 在这呢 我首先呢 先创建一个sorelet sorelet sorelet 那这个呢 我们放的是 f下面是歌 歌后面呢 写上一个叫做sorelet内容的东西 ok了吧 来紧急的 我们还是老样子 先写到战末几了 不知道啊 来我写个dime 11 这个应该没有 ok了吧 这是个dime 11 sorelet 然后紧急的呢 来我把它的 路径改一改 来比方呢 就叫做dime 11 ok了吧 然后紧急的点一 nice 然后这里面 我把它去掉 好了 在这里面呢 我还是输出一句话 syso 输出一句话 哎 叫做dime 11 sorelet 直行 ok了吧 然后紧急的在这上面呢 我给他配置一个什么玩意儿啊 配置一个什么 是不是filelet啊 来看着啊 哎一个filter 那这个filter呢 记得到我们的 sore 写啥啊 内幕吧 内幕 然后呢 soreletter 可以吧 filter 做这么一个 soreletter 来做这么一个filter 看着 让他实现一个接口 是不是这个 这个接口啊 啊 然后呢紧急的点击ok 然后点击finish 好了 接下来我们在这里面写一句话 syso 哎 这个呢是我们的filter 执行 ok了吧 哎 哪个filter啊 和 sorelet 内幕相关的filter 执行 理解吧 哎 理解啊 然后呢紧急的放行一下 怎么放行啊 kin.dofilter 出就可以了啊 来看着 那这里面呢 我们要给他配置一下 来 把这个名字拿过来 找到我们的 外版 点插帽 这个 然后紧急的在这里面配置一下 来 来 sorelet 来 sorelet sorelet filter是吧 filter 出来 filter 然后呢filter 内幕 然后紧急的 filter class 哎 把这个全天的名复制上去 这个 ok了吧 然后紧急的 我们来写一下路径 来写一个filter 卖品 来在这里面写一个 叫做一个叫做filter 内幕得需要吧 然后这个呢我就不写什么了 不写12partner 我写啥呀 sorelet 内幕 我拦谁呀 是不是 DAMO11呀 这里面是不是有个DAMO11 我就拦他 看到了吧 DAMO11 看能拦 能拦不能拦 来 把它放到这 ok了吧 来 我把它加上一个注释 拦截 sorelet 内幕 为多少的 是不是为他的sorelet ok了吧 能拦截到吗 对 觉得应该能行吗 来 肯定能行啊 来看一下 我们来反问一下 哎 叫做多少来个 DAMO11 灰车 怎么样 多了一个杖 没问题 能不能进行到 可以了吧 哎 是不是也可以对吧 写路径也可以 然后写一个sorelet的名称 是不是也可以 好了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指指点 可以理解吗 可以吧 这里面呢 有时候呢多一个 这个是没问题的 ok了吧 多一个 但是大家尽量不要多嘛 是吧 好了 这是一个啊 那除了这个呢 还有一个什么玩意呢 来看着 这里面呢 还有一个东西 叫做 我刚才看到了 这个第一次 patch 那什么叫第一次patch 呢 哎 他用来干嘛呢 注意 他用来匹配哪种 请求 哪种 不是哪种是吧 哪种请求 哎 啥意思啊 你请求 难道还有 不同的请求 别说请求方式了 不是那个请求方式啊 pp拿中请求 难道这请求 还有不同的请求吗 来看着 那么这里面呢 值 哎 我们有什么请求呢 注意 都有什么请求 第一个是从浏览器发送过来的请求 那这个值呢 注意 他的可选值 第一个叫做request 来我打写吧 request 什么意思啊 这个呢 是匹配 从浏览器发送过来的请求 那这个呢 是默认 默认的 我们没有配 他就是默认的 ok了吧 哎 默认的 那难道还有其他的吗 当然有了 这个 他还是有forward 哎 forward啥意思啊 哎 也就是说转发过来的请求 那除了这两个 这两个呢 大家理解啊 这个理解一下 然后还有一个理解一下 然后后面还有两个 这两个呢 大家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还有一个叫做 arrow 哎 啥意思啊 是不是错误 哎 因不让错误而过来请求啊 因错误 然后还有一个叫做 include 哎呀小写了 因错误了什么意思啊 是不是包含过来的请求 哎 注意啊 来我这两个呢作为了解就可以了了解一下 哎 那这两个呢是作为理解 哎 在这边注意一下啊 哎 默认 默认匹配的 是什么 是 从浏览器 默认的来 我直接讲 默认的是什么 默认的是我们的request 这个值 OK了 哎 默认的是他 哎呦 默认的是他 注意 一旦 显示的 写出来 哎 哪一种请求 那么默认的就不起作用了 哎 有点像我们的勾造器啊 是吧 哎 默认的就不起作用了 那到底是不是呢 来 紧接着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看着啊 第四八九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有没有啊 来 我把他们的先关掉 走 关 然后在这边 我再创建一个 你有一个 Sewer Light Sewer Light 那这里面呢 第一个 来 H 那后面呢 叫做第四八九 来看着 那这里面呢 我们先来一个 Demo20 Sewer Light 跳的真快啊 是吧 Demo20 Sewer Light 然后点击NICE 然后来 注意看 Demo20 OK 然后点击NICE 去掉 在这边 我说出一句话 SYSO 说出一句话 这是我们的多少啊 是不是Demo20 Sewer Light 执行了 对吧 执行了 然后紧接着 哎我要 我转发 我转发 到了 什么上 转发到了 Demo30上 怎么转发 哎 是不是怎么写啊 怎么写啊 哎 是不是就是Request 点 什么 在的什么 Request 第四八九对吧 然后这里面 哎 来 为了不一样 那么现在呢 我加点特殊的东西 我加个 嗯 我加了个路径 我加个特殊点 可以吧 Demo30 能理解吧 哎 是不是到这个上面 然后点 O2的 是不是就可以了 注意啊 我Demo30 和Demo20 我前面都加一个1 放完的时候 是不是就有特殊限制了 来 我紧接着我修改一下啊 注意 我要Demo20上 我也加一个 港一 未来和其他的 不影响 OK了 啊 看着 那这个已经有了一个Source了 那紧接着 是不是要你要转发到Source 啊 Demo30啊 那接下来怎么做啊 哎 是不是在这里面 再修建一个Demo30 对吧 来看着啊 你有一个Source 这个呢叫做Demo30 Source 来 来 nice 这方法改一改 叫做 哎 后面的Demo30 能理解吧 啊 好了 nice 构造去掉 走你 来 在这上面呢 我也打印一句话 SYSO 哎 我写一个 叫做Demo30 Source Source 执行了 OK了吧 然后紧接的呢 我要干嘛呀 就编写什么了 编写一个什么 Felter 对吧 来 编写一个Felter class 那这个呢 Felter呢就是我们的 啊 啊 D司 Pater D司Pater 行了 名字不短是吧 D司Pater 然后一个Felter 可以吧 来紧接的 我们创建一下 让它实现一个接口 Felter接口 走 OK Finish 然后在这边 我打印一句话 SYSO 打印 哎 这是我们的D司Pater Felter 执行了 哎 别忘了放行吧 近点 DoFelter OK了吧 然后紧接的 我是不是应该给它配一下 是不是得配一下录音 来看这 Cover一下 然后配一下录音 在这里面 我配一下 找到我们的Felter 在上面 这会儿 来看着 写一个Felter Felter 然后紧接的在这里面 哎 还是写上我们的Felter Name 再来一个 Felter 哎呀 Felter Felter 出来 Name 然后紧接的再来一个 Felter Felter Clar 一个 然后紧接的 我写一个Felter Maping 然后在这里面我们写上Felter 那接下来到底能行不能行啊 来 不知道啊 哎 我在InDes 页面里面 我添加个链接啊 来 这个链接我添加一下 来 这个呢 这个呢是我们的叫做 第一次Felter 第一次Felter 使用 OK了吧 来 这里面呢 访问的是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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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0 OK了吧 来 看着能行不能行 来 访问一下 走 走 看着 走 来 我们会发现 第一次发现Felter 是不是执行了 但是他执行了几次啊 是不是只执行了一次哪次啊 是不是Felter的20这个Felter执行了 他转过到Felter的份上 但是我们执行Demo30Felter之后 这个Felter并没有拦截到 是没有拦截到 那怎么再更能测试一下 看着 我在这里面直接输Demo30 能理解吗 可以吧 来看着能不能访问到 来 刷新一下 回车 能不能访问到 能访问到 能访问到 这个能访问到 但是呢 我们请求转发的时候 是不是只执行了一次啊 这是为啥呀 看着 哎 回去 是不是这个东西 哎 我们在检查的时候 走 是不是只执行了一次 那这个是不是被你没没有感觉到 为啥呀 因为他默认是拦截什么的 从浏览器发送过来的请求 对对 那请求转发来的请求 他并不怎么样 并不拦截 那如何就拦截呀 哎 看着 那在这里面 我们只需要在外面的插门中 是不是这个链接中 给他加一个东西 什么东西来着 这个D字 他起 看到了吧 就这个 然后我们给他加一个什么 值 看都有哪几个值 认识吧 是不是forward 啊 然后我加一个forward 那我加上forward 以后 大家看又有什么现象发生 看着 我在执行 把它启动起来 然后呢 这个次呢 我先访问 还是访问这个三毛二十吧 来刷 哎我们发现 执行了吗 执行了 但是呢在哪里执行的 是不是在中间执行的 来 解决了这个呢 不能说明问题 我再访问三毛三十 看这时候 会有什么样的现象 这时候能执行吗 按理论 应该 不执行了 看看是不是 走 是不是这个发生并没有执行 啊 这样的话 就可以证明跟随给大家说的东西啊 那要想让它执行怎么办 哎那这里面终于看看我们的第一次发生能出现几次 F2 F2 哎呦 F2啊 能出现几次啊 呀 没选中吗 几次 认一次 认一次 对 也就是说它可以出现 是不是出现认一次 但多几个是不是就可以了 哎你要拦截这两个 你要还要拦截那个 你就把那个也写上 request写上去 好了啊 这样的话看看能怎么样 来 我们的再次启动起来 来我直接访问三毛二十 是不是还是三毛二十 回车 看看 一次 哎 一次 两次 是不是只想两次 能理解它是什么意思了吧 哎 好了 把这个呢掌握住啊 来大家下课休息一下